中天新聞一路挺進到桃園鄉的外圍 但是因為老農新的變道到現在 還是封閉的無法繼續前進 沿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台20線有部分的路段 是大石崩落的情況 佔據了大半的路面 一般的自小客車都得要小心翼翼的 才可以通行 可以看到路邊的護欄也都被落石 給打壞了看得是觸目驚心 在這邊也要提醒民眾 沒有必要千萬不要進到山區裡頭 因為落石不斷 在玉碎農路這邊也有 零星落石發生的一個情況 相當的危險 所幸目前沒有傳出有民眾受傷的意外 而桃園鄉公所目前 還是沒有將民眾緊急安置的情況 因為桃園鄉的雨勢 現在已經轉為綿綿細雨了 不過在昨天晚上11點到今天凌晨3點 這邊的雨就像到的一樣相當的大 害得這邊的居民完全是不敢睡覺 徹夜未眠 看著腦農吸水不斷的暴漲 心裡頭非常害怕 而雨勢呢是從今天清晨4點的時候開始轉小 那目前為止呢還是不斷的下雨 當中腦農吸情河道 復興的吸體變道呢 它目前還是淹沒封閉的情況 而桃園區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課的 清河國中 張山國小還有桃園國中都停止上課一天 而今天的雨勢如何呢 高雄市政府會再視情況來宣布明天是不是要繼續停止上班上課 而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呢 今天南部地區還是屬於超大豪雨的警戒範圍區 也因此呢今天桃園山區的居民還是得要小心的防備 而目前呢附星拉芙蘭還有梅山裡大概是有700多個人困在山上 但是已經準備好了21天的糧食 也沒有傳出緊急的醫療狀況 就只希望呢這個雨不要再下了 讓居民可以安心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先將鏡頭交換棚內 好啦謝謝易營 要帶你來看到的是在高雄桃園山區這邊 雨持續是下個不停